各個國家對於可能有一些邪教 那麼邪教的話它可能危害到國家 那如果危害到國家的一個存亡 當然這個國家就不容許 這樣一個教派思想的存在 或者是危害到像美國的話 這個我們的這個 他有提到這個馬西諾教授提到一個觀點 他提到這個危害到個人主義的自由 這個是比較這種思想意識形態的問題 危害到俄羅斯的話 他是危害到他的公正教會 一直說他教會獨佔這個信仰市場 他就不建議有其他的宗教跟他競爭 或者法國的是分離主義 我想分離主義大概也會危害到國家 因為分離主義的話 等於是破壞社會的團結和諧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邪教的這個模式 可能就不一定適合於這個 我們這邊所謂的公益團體 所以宗教團體是不是有公益 這個本身其實還是探討 比利時、歐洲國家、奧地利 他把這個宗教團體分類分級 第一集、第二集 第一集可以享受租稅優惠 可以給他法律的保障 第二集可能不給他租稅優惠 甚至於不給他傳教 我們知道歐洲國家 他宗教是可以派宗教師到學校 來宣揚他的教義 上這個宗教的課程 上宗教課程 可是第二集的宗教 他不給他上這個宗教課程 那這個都要表示說 傳統的宗教是比較有優勢 那傳統的宗教 因為他基本上教義 既然經過幾百人、幾千人 大概基本上比較不會被認為是邪教 那新興的宗教的話 這個五花八門 可能就比較會有這個邪教的風險 所以政府也給他做一個管制 那基本上我們說宗教 他有公益性的特徵 主要就是說他這個西方學者 社會學者在我的報告第七頁這裡 他對宗教有穩定社會的功能 那麼表面在表現在四個面向 一個是透過宗教的儀式來凝聚大家 成為一個團體 互相關懷 第二個 建過社會的一個基本的倫理道德規範 還有他的一個基本的倫理價值裡面 第三個 宗教可以使政府的權威合法化 意思是說像聖經講說 國家是上帝所創造的 大家要給他護持 大家要繳稅 來繼續維持這個國家能夠永續生存 當然現在比較有爭議的就是說 那這些這些 這些宗教團體是不是真的都在從事公益活動 還是只是特定人 那如果是特定人的一個成立的團體 人家可能會質疑說公益團體 他的特性就是像一個寺廟是公開給大家去膜拜的 他不是一個詩人說只有特定人才能進來的 所以這些有時候比如說是一個社團法人的話 他可能是比較封閉性 因為如果是一個封閉性的話 他的公益性可能就 也許就比較會被人家質疑說 你這個是不是一個公益團體 我們知道我們人民團體法規定 要成立宗教的社會團以外 也是強調他的公益性 他的這些財產的一個運用 而且要以公益為目的等等 然後所以也是強調他的公益性 符合這些條件之後 我們在稅法上才會給他有一個優惠 當然稅法還是有一些不同的處理 有些是對財產法人特別給他優惠 那其他不是財產法人 他可能就不給他租稅的優惠 所以他還是有一點不同的類型 我自己在做租稅研究的部分 裡面其實蠻困擾我已久的問題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其實我不太能夠把這些問題 透過我自己的思考的方式 以及我能夠查找得到的外國文献資料 去加以討論跟解決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宗教如何被定義 因為我們都必須要清楚的知道 人們的信仰跟良知這件事情 他本身對自己對如何來在世界上 包括你在社會跟國家甚至你為什麼會存在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都有一些個人各自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法律上是一個對人的行為的規範 簡單來講就是說你自己個人的信仰如何 這件事情其實如果在一個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 基本上不會被干擾的 然後不會 我就算我把自己看成是一個人 或者是看成是一個動物其實你也管不著 或者我把我自己的人格把他神格化 我認為我自己是一個比人更厲害的一個存在 這個其實也管不著 也許別人看起來你有點 有點我不好意思這樣說 但這是你自己對自己個人的看法而已 其實管不著 我們在進入稅居優惠這件事情之前 他是必須要對宗教進行一定程度上的定義 而這件事情很抱歉 因為我實在是能力不足 我沒有辦法去做很明確的定義 包括我們要去區隔出來 跟從人格化神格化裡面的一些 其實先不要去講宗教團體所享有的稅居優惠 而吳寧是說宗教團體本身究竟在 我們自己的憲法本身 並沒有特別去提宗教的這個自由 但至少集會結社這件事情是可以肯認的 那但是到什麼程度上以上 國家才會去進入一個 所謂的被人民集會結社去干預的 這個是兩個層次上的問題 這個是必須要去嚴格去加以分辨的 那首先我先談一下 這個問題其實在整個法律史或法哲學裡面 是跟批除研究科技 宗教跟法律有什麼關係 那在西方還有伊斯蘭社會裡面 還有他橙色經典 這個藍金、聖金等等的話 這個基本上這個不用多說了 而且不是說離我們遙遠 而是基本上我們是一個記錯法的社會 我們也多少傳記錯法的過程中 觀察跟理解到這些現象 但是我們要回到說我們自己的宗教文化跟傳統之後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宗教對於法律有什麼影響 從傳統到現代 那可能第一個要先回答我們是姓什麼教 在這裡套用就是馬漢堡老師的一句話 他就一言以蔽之 他認為傳統的禮教跟傳統道德 儒家思想所代表就是使法律道德化 直接影響到法律裡面 那所以說我們比較難理解說這個西方法律社會演變的 說梅英所說的從身分到契約 這個構成對我們來講是比較難理解 因為儒家所談到理智、德智 其實理大於法 理法、理法 那這一點的話在寄售之後 我們把西方的價值傳統從法律寄售之後 我們並沒有完全受到它的影響 但是問題是宗教對法律有什麼影響 在這邊我們到這幾年 倒是有一個有趣的觀察 這就是我文章的第二部分所談到的 這個觀察其實我個人也有部分參與 因為我在教育部擔任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委員 那時候其實公投案子裡面 也有涉及到性別平等教育的 那我有幫忙教育部做答辯 那這裡面一個問題就是同性婚姻平權 同性婚姻平權對各位來講是比較耳熟 人家記憶猶新 因為就是這幾年事情 簡單的講就是大法官做了78號解釋 然後讓立法者有兩年的時間去立法 宣告同性婚姻平權 那至於說要怎麼法治化 馬上成為爭論 而這樣子的失憲結果 當然就完全觸動了原來的一些對立 那原來對立就是說反對同性婚姻的團體 基本上裡面有包含宗教團體 那宗教團體裡面是特別是部分的基督教團體 基督教會 那他們在整個公投的過程中的動員 令我們印象非常深刻 也拜公投法剛好降低門檻之次 那後來的公民投票就是我們比較二分法 就是說反對同性婚姻的公民投票 精神上反對啦 只是指紋還是寫說裡面用專法 然後獲得通過 那完全就用民法的失敗 就徹底的這個婚姻平權 那我在講說宗教影響 這個宗教影響裡面 其實在那之前 一直在那之後在那當下 我發現很有趣的是 研究性別議題的研究社會議題的 研究宗教議題的學者這幾年 不斷的去研究這個寶貴的經驗 我在這裡就援引了一些學者的看法 例如說政大宗教所的這個郭承天教授就談到說 他覺得在裡面 他其實是結合了 結合了說是也有本土的宗教團體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基督徒只占5.5 我是覺得沒有那麼少吧 但是他講5.5 那應該是10%以下 10%以下 那為什麼可以成功的去動員了說是 那麼多的 不是基督徒的 不管你是什麼信仰 佛、道、民間信仰等等那些 更多的可能就是傳統道德文化的影響 儒家道德文化影響 對家庭的詮釋 他認為很重要一點 包含家庭學的研究 很重要一點就是 他在這部分淡化了宗教的道德論述 但是巧妙的與我們原來對於家庭生活 乃至於宗族觀念的影響去結合 所以說成功動員的儘管我們民調一般來講 大概有世代上的差異 年紀比較大的 或做中南部的 或是你有比較特定宗教信仰的 會比較受到這樣的動員 我說以晚禁 比如說二三信仰這個佛教界的發展 那麼他在談說他對法律的觀點 以及對法律的影響可能就跟清末 民初又有很大的不一樣 是這個樣子 所以宗教本身就 接近他會有困難 那對法律的影響 法律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法律 是這樣 那麼有行政法的 有國際貿易的 這個行政管制的等等這些 那麼所以就是說對法律的影響 是不是這個法律本身也要再加以細緻 那接下來什麼叫影響 這個這兩個字 這個比如說量表 或是說他有沒有什麼指標 或什麼類型化的分析 那接下來就是說這個時間 那比如說這個清末民初 或是50年 1950年到1980年代或當今 我覺得都會有一些差別 那這是其次 那所以我會認為說 應該先加以精確一點的界定 那麼 而且可能還要再加上一些 比較晚近的那個 這個實證調查的數字 第二個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這個 這個有時候就是說在談 比如佛教他的禮教 不如教他是禮教 他是禮法 那他對法 其實他是一個宗教 他對法律的影響 我們要細談說 那他的人類圖鄉是什麼 他所理解的 所建構的政治體系 是一種什麼樣的 是一種還是蠻這個 我們叫關係 就是說蠻這個權威 威權 威權 authoritarian 還說他是一種比較民主的 那有時候 也許我們不應該就某一句 某一字就認定說 那個就是名為貴什麼 這樣就是民主素養 我覺得那個可能都還是差一點 那他們所認為的權利的民主正當性 就是他們的理念 那他在當代 就是說對當代的這個 如果能夠跟當代的 憲政主義下的那個 人類圖像 民主 這個權力分立 政府體制 政黨國家 那麼選舉競爭 那麼等等這些 來做比較 會有清楚一下 他的貢獻跟他的界線 就是說要從 從人民團體法 這樣的一個副標題來談 宗教團力 是一個春步難行 非常不好做的一個探討 那為什麼呢 可以先說我的結論 其實在後面 大概在第五章的時候 我就會提到說 現行我們的宗教團體法制 還有這個目前 曾經在規劃中的 宗教團體法的草案 當然現在這個草案 早就已經因為 戒齊部連續而 不在這個議程裡面 然後內政部也還沒有提出 新的 還沒有提出新的這個版本 但不管怎麼樣 我們的法制都過度傾向於 宗教團體 往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這個形態 來做規劃 下午也有幾位老師 要談中藥團體 也是從財團法人的 這個規範去討論 但就這一點本身 我就覺得是一個 很有問題的一個 一個方向 就是說難道宗教只有錢嗎 而其實宗教團體 不管是國內或者是在國外 我自己比較熟悉的 這個德國法 而宗教其實它是一個公法人 像剛才陳小雄老師有提到 他是公法人 而且是宗教的社團法人 他是以人為主的一個法人 而我們現在卻偏向於 從財產的管理 財產的處分 財產的登記的這些角度 去管這個宗教團體 就這個部分 我自己覺得 出發點可能就有一些偏頗 在我們這個 目前的宗教法制上面也好 或者說這個草案上面 其實不太去談 宗教自主決定權 可以到什麼樣的範圍 一律只談說 那就是一個財產的規劃 財產的一個處分 使用收益 那是不是不同的教派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團體 它在財產的使用收益上面的需求 跟這個意義 其實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的宗教 這個團體法的草案 或者是說這個 現行的其他規定 其實並沒有 想要做這樣一個區分 就這個部分 我自己覺得 可能是未來 我們如果要討論 宗教團體法的一個 立法的時候 必須要先做一個事先的功課 國家不應該扮演一個 好像單純只是 對所有的教派 無差別的立場來立法 這個宗教中立不代表是無差別 完全無差別的一個立場 去加註在宗教團體的內部規範 就這個部分其實本身 可能已經違反宗教平等的 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在德國法上面非常強調說 國家跟宗教團體 可能不是一個 截然劃分的一個關係 而是在很多制度領域 是一個交錯的 共治的 合作的關係 就這個部分 我們的四字五七上道解釋 雖然有強調 這個宗教團體 它的這個自治權 但是還是以一個 國家對於這個 有自治權主體的一個監控 或者是說一個限制的角度 來看待宗教自治權的這個概念 所以只要符合比例原則 就可以認為是合憲的 如果不符合的話就違憲 那這就有一點 這個是以無差別的立場 加註在宗教團體上面 而且沒有進一步去探討說 每個團體它是不是有不同的需求 每個團體它在這個自治權的行使上面 是不是有它特別的獨特性 那不過或許這樣一個任務 或者這樣一個要求太過於艱難 我們現在的宗教團體法 從民國九十年代 一直到最近的2016年的幾次的草案 其實比較沒有辦法做這樣的一個嘗試 或者做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目前的宗教團體法的立法的波折 大概可以從幾個面向來談 包括說監督寺廟條例的一個 被大法官五七三二解釋 宣告違憲 那大法官也希望這個 主管集團趕快去立法 來處理這個宗教團體的問題 包括我們保護的兩公約審議委員會 在2009年的時候 本來也把監督寺廟條例認為是違反兩公約的 後來把它取消了 在決議裡面希望盡速制定中教團體法 來實現兩公約這個宗教平等的一個 宗教平等的一個目標 然後宗教團體的傳承發展的需要 在很多宗教團體都有這樣的一個財產商的爭議 包括剛剛講到的這個 這個暫行條例所要處理的問題 還有宗教團體財務透明化的一個期待 就是社會團體的一個要求 然後宗教團體的傳承制度 也是一個在宗教團體法裡面 曾經被提出討論 但是現行的宗教團體法 恐怕也沒有辦法去處理 如果只從財的角度來去看的話 沒辦法去處理那個人的傳承的問題 最後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去年 我們的這個時代力量黨團 希望把財產法案法75條 現在排除的規定把它取消 然後使財團法人 宗教性的財團法人 也可以一致適用 財團法人把那一些財務公開 資訊透明 還有這個相關的章誠透明的這些 還有任期的這些制度 把宗教法人 宗教性的財團法人 當作財團 一般的財團法人來管理 來監督的這樣一個規定 就這個部分 雖然沒有副委 沒有進行討論 這個議題沒有進行討論 仍然跟原本的宗教團體法一樣 但是這個議題想必在未來 會一直的被提出來 如果沒有宗教團體 我是不是都擺脫了 那個國家的那個監督 變成說在那個宗教自治 完全就是說以致力 取代其他的差異 剛才有幾位先進也提過 剛剛那個呂教授也提到 宗教不可能說自治 那就擺脫了國家高權的那個監督 這我想在什麼國家都不可能的 那這是應該可以接受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沒有其他的那個法律規定 那他勢必要回到那個民法 回到那個財團法人法 可是財團法人法當時在制定的時候 又因為受到宗教界的那個壓力 就是說那宗教團體 不是要用財團法人法 這一個立法過程 讓我想到一個宗主世紀的一個故事 就是亨利四世跑到那個教皇那邊去 嫁跪三天 那在冬天的時候 那向教皇求勞 那因為當時政教合一 那導致說皇帝要那個加冕 需要教宗來那個加冕來 那他跟教宗鬧歡鬥爭結果失敗 就是說那我就服從那個神明的那種 那個這個至高上的權利 可是那是中古世紀 那現在是不是還說 那個國家高權必須向那個神明的力量 那個就是說退縮 我覺得念公法的這些學者 可能會有同的那個看法 我個人的看法是說 隨時都可以制定 隨時都會受到宗教團體的壓力 那要不要制定是什麼呢 是你那個執政者的那種那一個決定 那他能不能抵抗那個宗教團體的那個壓力 這是回到我剛才講的亨利四世的那種情況 那如果是為了選舉不要得罪宗教團體 他可能這個問題會一直延續下去 或者是遲延下去 那回到我現在想講的最重要的問題 我們要講那個宗教團體 絕對不能沒有那個定義 什麼叫宗教團體 這一定是要的啦